是的 政府僭越君主擅自宣布废除紧急条例 时事评论员王维新是直接形容 这种先斩后奏又违宪的做法 已经让我国爆发了宪政危机 国家元首罕见的发表严厉的声明 可以被理解为对国盟政府失去了信心 王维新就认为 不只掌管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都市里达西尤丁需要辞职谢罪 最理想的做法是 应该要内阁总辞 政府突然宣布取消紧急条例 这四天来各界都在质问 到底是否得到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预准 如今真相大白 竟然是先斩后奏 宪法规定 废除或延长紧急条例有两个做法 第一是国家元首在听取首相意见后下令预准 否则也可以在国会辩论表决之后 决定废除或是斩言 如今国盟政府显然没有经过这两道重序 时事评论员王维新直接形容 这种混淆试听的做法 简直是违宪也不尊重宪法 原本以为是国家元首的这个部分是有发生的 原本我还以为说这个Takirin会在议会里面讲说 7月21号已经决定已经撤回了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已经得到国家元首的那个预准 纯粹是还没有在这个线报上公布 所以今天很明显的是不但还没有在线报上公布 原来是国家元首也没有预准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这个做法的确是已经进入一种宪政危机 以目前形势看来 在国家元首没有预准撤回紧急条例的情况之下 意味着紧急状态8月届满之后 相关条例还会继续生效6个月 对于国家元首罕见发表措辞强烈的表明 澄清一切 直接说对政府官员违反法治 鉴阅君主王维新认为当中透露了信任危机 这个国家元首向来很少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发言 那么过去有很多争论 最后都是这一个朝野的国会议员 跟这一个代表行政权的这些部长们 首相在国会的一种对峙争论等等底下进行 但是这一次国家元首这样一个声明 如果从上一次6月16日 国家元首和这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特别会议之后 发表的声明这样的一种延续性来看 那么我想很明显 这一个元首已经是不信任当前的这个首相和他的内阁 政府违宪还爆发信任危机 王维新认为首相单次李慕尤丁必须出面回应 才可以平息风波 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内阁总辞 为闹剧负起全责 但考虑到疫情严峻加上政局不稳定 这恐怕很难实现 说在这样的局面底下首相和他的内阁是应该总辞的 但是我不确定说在我们的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的发展过程 很少看到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始终不敢确定说 首相是不是真的会因为这样而辞职 但就算是首相和他的内阁不总辞 至少这个掌管国会事务的这个首相署部长 因为他是最直接代为自行这个东西 混淆这一个议会的人 他是坦白说是需要辞职 或者说议会需要对他采取这个行动的 王维新补充 除了和王氏的关系 这次事件的附带破坏 就是国盟政府在选民心中已经扣分 要在下一届大选继续掌握大权 就面对更大难度